今天我们是来到了著名的啤酒城 也是足球城青岛 看我们说的他摆了两个杯子 这两杯子是满满的啤酒 我们就知道了 今天我们采访的是岛城足球的骄傲 也是我们永远的追风少年 永远的27号曲波 我们欢迎曲波 大家好 我是曲波 今天一进来 曲指导一看我们这个 咱们这个栏目的名字叫老炮来了 当时特别感慨说这个我还不老 现在也不老 曲指导我们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年轻 我们的女主持对曲指导有印象吗 曲波指导以速度渐长 百米11秒2 我说的没错吧 对 做功课了是吧 对 曲指导踢球的时候确实是以速度渐长 而且很多的时候 球迷有的时候会觉得曲指导这个速度 绝对速度可能是在印象当中 中国球员当中可能是最快 曲波你自己感觉你的速度 在国内的球员当中 你觉得在一个什么位置 速度是挺快的 但是也有很多前辈 比方说高峰海东也都非常快 只不过就是自己在速度这方面有一些优势 曲波还是非常的谦虚 当然今天为了让曲波不谦虚 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很多的道具 除了我身旁美丽的来自于青岛的女主持之外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助理的主持叫小标 来 我们现在问一下这个小标 小标 小标 来了 你知道足球运动员曲波是谁吗 曲波 中国足球运动员 多次入选国家队 专家2002年世界杯 场上位置前锋 前卫 曲波曾多次连速英超和假释信 获得热刺 小标 小标 你太棒了 对 小标小标就把他关了 应该说曲波在我们很多的球迷的心目当中 其实还是有很重的一个分量 当然今天除了我们可爱的小标之外 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也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作为花痴少年想问问曲波 对 我这里一共准备了八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正问反答 正问反答游戏规则 来宾需要接受助理主持的提问 每题有三秒作答时间 回答必须和正确答案相反 回答有质疑或者回答不正确均无效 第一题 有没有想过会入选国家队世界杯阵容 没有 有没有想过会在世界杯上进球 没有 有没有想过提前射击进球后的庆祝动作 有 2002年的世界杯有没有什么遗憾 有 你卢是最牛的教练吗 不是 你是当时国家队跑得最快的球员吗 不是 最默契的风险搭档是国家队队友还是俱乐部队友 俱乐部队友 现在有没有想过重返球场 没有 曲波 我们知道退役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退役之后退下来之后 有没有会经常回想当年踢球的这种过程 气景 经常做梦都在想 做梦都在想是吧 很显然这个2002世界杯是不得不去想的一件事会吗 是这样我昨天刚刚从北京回来 去北京的目的就是我们从我们西方少年俱乐部选拔出一名孩子去到2018 俄罗斯世界杯当球童 当时是谁通知了你通知你的过程是怎样的 哇 谁通知了我我真忘了 说实话 会让我们 我要真正跟他们比赛了 所以说心里是非常非常激动和紧张 当时在比赛当中 看到他们就是在你眼前踢的时候 跟你在电视当中看他们踢 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这么快 比我还快 刚才您提到了快 速度是您的特色 当时进国家队的时候 米卢有没有跟你单独聊过 就是跟你的这种定位 或者说你在场上的一主要的位置职责 没有 米卢当时照我进队的原因 就是他看了我在试青赛的表现 看到了我在香港四国赛的表现 因为当时的那届国家队 老队员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作为米卢教练呢 他可能也是在想着 为国家队储备一些年轻的球员 所以就跟沈祥福 沈日老沟通了之后 特意把我杜威还有安琪 找到了队伍当中 那个时候的80后还是小男孩 现在80后变成老男孩了 这个预选赛当中 学校有进球 有想过自己会在预选赛当中 这么重要的比赛中有进球 其实那个球进了之后呢 我第一时间真的一点不夸张 第一反应是真是在脑海里想到 感谢米卢先生 感谢米卢教练 因为我在之前课场和卡塔尔的比赛 老米把我派了首发上场 然后那场球呢 由于是在课场 然后确实说实话还很年轻 然后上场之后呢 紧张 然后没踢好那场比赛 对 下来之后 教练组也没有过多的跟我说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一直在憋着一股劲 在想什么时候 米卢教练能够再让我 重新首发的话 希望能表现得更好一些 那么我们主场和卡塔尔 米卢教练又同样给了我一次机会 那次机会我发不住 在世界杯当中呢 可以说曲波自己 在预选拳当中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那么随后呢 到了世界杯正赛的时候 到正赛的时候 当时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目标 因为我是一个对进球 特别感兴趣的队员 一直在场上有这种想进球的欲望 所以说呢 比赛之前我能做的事 就是把自己的经济状态调整好 那么一旦上场 我就要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 去获得破门的机会 去得分 到了场上跟巴西队真刀真枪的时候 在场上的时候 导师你是一种什么的 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一上去的时候还会紧张吗 还是说紧张 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表现的欲望 跟巴西队真紧张 不紧张的活儿八道 当时的紧张是来源于什么呢 就是看到这些巨星 确实有一种天然气场 一个是气场 一个是我们从电视上 看这些球员的角度 和我们亲身经历 跟他们同场竞技 这个是不一样的 真交上 你一把耳朵一米九一 电视上看怎么这么瘦啊 你看怎么这么高 罗伯特卡洛斯就知道个矮 就知道壮 看见真人真是壮 而且是真壮 特别粗 对 而且你跟他只要一近身 让他摸着你 而且人家力量还足 刚才这个曲波也是描述了好几次 这个卡洛斯跟你的这种身体的接触 给你带来的这种震撼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 曲波呢在整个的世界围观众中的上场机会还是挺多的 那有没有一些遗憾呢 有一个遗憾 这个遗憾 就是当时在场上有一个突破 因为我的踢球的观众角是右脚 那么我在选择突破的时候呢 尽量的是下意识地往右走 走外线 走外线 巴西队的左后位是卡洛斯 然后我往右侧带的时候 对位的就是他那人 我回来之后反复看这个视频 当时我如果选择 往内线走 往左侧走 可能这个球就会有机会了 因为选择了右侧 面对的是卡洛斯 那个球没过去 确实在世界围当中跟这些巨星 一旦发生这种过招之后 真的是感觉我们还是有一些差距啊 差距很大 在世界围的过程当中啊 你觉得这个咱们整个球队里边 您刚才也提到了老中心的这种结合 咱们队里边 有没有这样所谓的开心果实的人吗 有很多啊 像因为我当时的图屋是齐虹 他就是虽然他是上海人 但是他的这种性格就是特别像北方那种大男孩儿 笑得呵呵的 然后打得咧咧的 因为他比我大 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因为他比我大会有这个隔阂 对 反而我们之间就是聊得比较开心 包括当时的鸡孩儿 还有加一 没有代购啊 没有代购啊 世界杯回来之后 其实去坡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有几次机会有刘洋的可能 哪一次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热刺 热刺那次 那最遗憾的相信也是那一次 对 那两次都挺遗憾的 其实你的视讯表现已经打动了热刺 但是是因为一些具体的一些劳工症的原因 就卡在这儿 对 因为当时英超和这个英组组为了保护英国的这个本土球员 那么限制了这种非欧盟球员之外的队员进入到这个英超 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非欧盟球员他必须要在所属国两年之内 打满国家队A级赛事75% 反正总共我的这个时间 出厂时间应该是在69%到70%左右 就差了就差了5% 当时你在视讯的时候就是速度优势 你感觉跟英超球员比起来怎么样 当时我在英国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其实就是一个原因 速度快 英超的那种氛围 他不太喜欢 慢级走 追求地下 追求地面配合的这种打法 英国人更多的喜欢看之来之去 然后拼抢 冲撞 对抗 冲撞 速度 对 速度与激情 这个而且热刺呢 我们知道盛产跑车 最著名的跑车呢就是贝尔 随后呢现在亚洲的可以说骄傲 孙新敏现在也在热刺 怎么评价这两位如今的算是一流的巨星 这也不敢说人家都是世界级球星的 对对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你说那个韩国那个人我不太了解 贝尔我是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当时的欧冠 热刺跟国米 那个画面让我记忆有心 那么他现在在皇家马的礼 也是希望他未来的足球生涯越来越精彩 您预测一下这些世界杯 你觉得哪支球队更有机会 法国 法国 你能说说理由吗 法国这些年一直特别重视清训的培养 那么也从这个法国的这个清训基地里 走出了很多优秀的清训人才 有很多很多像有才华 有特点的一批球员成长起来 在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PP体育一名神秘的解说大咖 让我来看看他送你一份神秘的礼物 礼物挺毒啊 我来看一下 你们这些全都高科技啊 学博你好 想拿到礼物的话 先得回答我的问题 你觉得在现役的中国球员当中 有谁比你的速度更快吗 在中超联赛上有很多 比较有特点的球员 刚才这个老楼说的 中国最快的 比我快的 我认为吴磊应该是在中超联赛 在赛场上是最快的队员 今天呢跟区波也分享了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啊 当然我们在桌子上 我们也看到了咱们青皮博物馆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青岛园浆 区波特异之后 有没有偶尔会小酌两倍 说不喝是假话 但是要就是说 因为当职业球员的那个时候呢 是不允许酗酒的 因为你酗酒了之后 肯定会影响这个经济水平的状态 那么退下来之后 跟亲朋啊 跟好友啊 坐在一起 喝两杯还是可以的 好 那么我们就深深地喝一口 再次感谢区波来做客 我们世界杯老炮来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PP体育世界杯球星卡 重磅来袭 两亿现金狂欢 百分之百中奖率 扫描二维码 或前往PP体育APP 均可参与 享受世界杯盛宴的同时 还能躺拿两亿 叫上你的小伙伴 一起来PP体育 收集球星卡吧